警方接惑民众报案称其位在岗山北街工地内的起冲机限高器造窃 损失约新台币5万元 本所选举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经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窃嫌趁工人将起冲机调避生长 而把限高器取下放置立丧时窃走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认出窃嫌为周姓男子 当日18时取集通知其道案说明 周然对其判情坦诚不讳 并将所得账户拿到附近回收场变卖 所得账款100元已全部发用完毕 警方并追回捞借卖的信号器发凡与报案人 全案讯后依窃盗最嫌疑送申办 同三分局呼应民众贵重物品无理声 并做好防卸措施与复决先犯的觊觎